武警贵州总队某支队的训练场上 特战队员们正在进行分组训练 拥有独家绝技的赵鹏洪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弓弩手 然而他在一场骨尖战斗演练中 却暴露出了新问题 此时攀登训练场上 气氛也有些压抑 此头兵杨乾隆被吊在半空 很难再向上一步 不远处的射击训练场上 小队长许乐乐成绩已经达到优秀 然而教练员却并没有表扬他 而是严厉地指出了他的问题 这些特战队员都各具优势 也各有短板 他们如何历练成长为 令敌人胆寒的特战尖兵呢 现在挑战的就是现在这个小铁环 试一下这个 远距离上30米 能不能精确明准 从这个中间穿过去 天降大雨 弓弩手赵鹏鸿 仍旧像往常一样 对距离30米外直径2厘米的铁环 进行射击 模拟的是在实战中 通过小孔或者更小的缝隙 击杀躲藏在遮蔽物后的恐怖分子 对赵鹏鸿来说 刮风下雨是难得的训练时机 相对于枪械射击而言 弓弩射击初速小射程短 风雨将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弩箭飞行的稳定性和精准性 弓箭比较轻 打过去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这个风力吹过来的话 雨模稍微吹歪一点 就会影响我们的偏差 看不清楚 这个水珠太大了 没有准情况下在跳动 而且有一层水屋 赵鹏鸿用双眼来瞄准 左眼扩大观察范围 确定铁环的大致位置后 再用右眼瞄准 然而连续两次 他都没有命中目标 从我们的瞄准情况里面看过去的话 这个目标特别小 稍微广动 以及受到外界的因素影响的话 导致你这个目标击杀不成功 雨天不仅能锻炼射击的精准度 也能锻炼弓弩手的心理素质 为了进一步提高射击精度 赵鹏鸿必须在风雨中克服外界干扰 培养自己射击时的专注力 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 接下来的射击 赵鹏鸿能克服困难击中铁环吗 赵鹏鸿是一名入伍11年的特战队员 训练弓弩已经有十个年头 是一名经验十分丰富的弓弩手 他之所以选择在雨天 对射击精度进行强化训练 还是因为不久前的一次意外 几天前 赵鹏鸿参加山地捕坚战斗演练 密林深处 数名恐怖分子绑架了一名人质 藏匿于深山之中 特战小组担负解救人质的任务 搜索前进 隐蔽接敌 在发现恐怖分子关押人质的地点后 小队长命令弓弩手赵鹏鸿前出 利用弩箭无光无烟的隐蔽优势 在不惊扰其他假射敌的情况下 发起突袭 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 隐藏在两棵树中间 为了不打草惊蛇 赵鹏鸿选择从40米外的隐蔽位置射击 从我的瞄准镜里面 我看到这个目标 它是隐蔽得很深的 露出来是我这个人质榜 我又要重新校正我这个目标 此时经过长时间的搜索行进 赵鹏鸿体力消耗过大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影响了他的射击动作 而瞄准镜里 人质和假射敌又紧紧挨在一起 赵鹏鸿十分担心 此时激发会误伤人质 你不敢这个人质的生命开玩笑 运动过后我知道我自己的体能量消耗较大 我害怕我自己在激发的时候 稍微晃动一下 打到我们这个人质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赵鹏鸿最终能否命中目标 弩箭发射 击中目标 小队完成了解救人质的任务 而在复盘的过程中 小队长发现赵鹏鸿的射击存在偏差 通过复盘 赵鹏鸿发现 如果再向左下方偏一厘米 弩箭就会拖把 导致整个任务失败 赵鹏鸿深刻认识到 只有通过更加艰苦的训练 不断挑战射击极限 才能在战场上一箭必敌 为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赵鹏鸿每天早早起床 50米折返跑 20个俯卧撑后 再通过多种姿势 对目标进行射击 桌子又打高了 坐在那里 整个人都是缩在一起的 不惜有点急促 可能导致扣的时候 猛人一点点 导致有点偏差 经过长时间的勤学苦练 赵鹏鸿的弓弩射击水平 有了大幅度提高 在高强度运动后 在高强度运动后也能剑不虚发 第一发的话直接穿透了 第三发的话它是坐着大的 比较满意 又一个雨天 在30米距离上射击直径2厘米的铁环 赵鹏鸿再次向自己发起了挑战 雨滴下来之后 它会掉在我的剑上 它是直线往下追 如果说你平常是直线 你还要稍微抬高一点 你才能打得到它 弩箭离弦 穿环而过 这一剑让赵鹏鸿对自己的射击能力 有了充分的自信 射击过程当中 也做到一些提前量的修正 击中过后 我从瞄准镜里面 我已经看到它穿过去了 从心里面发着内心的高兴 在不懈努力下 赵鹏鸿距离成为一箭必敌的 优秀弓弩手又进了一步 而此时 战士杨乾隆在攀爬绳索课目中 却遇到了瓶颈 他是小队里出了名的刺头兵 在他眼里 攀爬训练又累又枯燥 实在没有什么训练兴致 有的时候你喊他 多攀两趟 多攀两趟 他觉得好像是针对他的 他就不舒服了 给你摔脸色 有的时候给你顶两嘴 开车 利用绳索攀爬高层建筑 在城市作战中 应用较多 这也是特战队员的必备技能之一 攀爬18米的绳索 杨乾隆的成绩倒数第一 落后第一名多达24秒 教练员李星坤 在训练中向实战看齐 他给大家的要求是 攀登时必须全副武装 背着几十斤的枪和装具 大大影响了攀爬速度 而为了提高成绩 杨乾隆却动起歪脑筋来 这层不是我的 你的钢板呢 钢板去了 为什么 因为刚刚爬一趟 我怕这一趟爬不上去了 爬不上去 在这里东西多角了 就在几分钟前 杨乾隆偷偷把 防弹衣里面的钢板取了出来 藏在了车里 这可是让李星坤怒火中烧 你认识自己错过没有 认识 什么认识 以后金军不再放 这收起来容易 能做到吗 没 从你的气势就做不到 我失恋 在训练中 要求我们四大师 来不能断点训练 准备 准备 开始 加油 穿上两件防弹衣 步枪也换成了更重的趋击枪 杨乾隆的负重是平时攀登训练的两倍 体能实在令人担忧 好 攀爬绳索需要很强的上下肢和腰腹力量 随着体力一点点耗尽 杨乾隆的攀爬动作也越来越吃力 在距离楼顶两米处的位置上 杨乾隆不管如何用力都很难再向上一步 手上一力都没有 根本抓不住那个膳 脚上抓不住那个膳 那种痛苦法 身不如死那种感觉 杨乾隆已经被吊在绳索上几分钟了 而李兴坤并没有心软 还在催促他往上爬 杨乾隆双脚不停地颤抖 吊在绳索上 他的身体重心渐渐失去了平衡 打横了 因为我感觉就已经脱离了这个绳索 那种痛苦是很难受的 我都找不到这种语言来形容了 这不行 这不行 不行 这不行 没力了 看到杨乾隆确实没有办法再进行攀爬 李兴坤最终还是把他放了下来 飘起来那种感觉 手脚感觉一点力都没有很爽 然后要休克那种感觉 杨乾隆入伍以来 第一次被从攀登绳上放了下来 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很耻辱那种也是很痛苦吧 作为一个特战队员爬不上去 然后被放下来这种打击是很大的 去战场的话就等于没打胜仗 杨乾隆遇到了挫折 而小队长许乐乐在训练中 探上去却是发挥出色 25米外的手枪射击 五发弹45环成绩优秀 然而他却并没有得到表扬 25米上面打军的打45环 还是比较优秀的了 优秀 你看你在站着看到没有 偏着啊 你这话多危险 再给你跑一滑出去 还可以了45环 许乐乐头脑聪明 善于钻研 各类射击科目 稍加练习就能达到优秀水平 在教练员李星婚的帮助下 许乐乐对自己射击中存在的问题 加以改正 看你打的时候 这个姿势上定型还是不够 你整个打枪都有点偏左 想把这个枪控制死 那是拿左手的力量 左手只起了辅助用 还是只站三分之一的力量 主要是辅助 右手还是起关键的 锯枪 十分钟 出枪 注意盯到我们的准心 这种手枪锯枪定型训练的方式 看似简单 却可以很好的锻炼万步力量 提高射击的稳定性 此项训练 手腕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许乐乐很快就坚持不住来 许乐乐 回家里收点 伸出去 快点 这点苦不能吃吗 然而还不到一分钟 许乐乐又坚持不住了 要不要放弃 我听她的口气就讲放弃 放不放 不放 所以上说不放弃 而许乐乐的身体 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射击姿势了 这样能打枪吗 来 我还给你活着 快点 看到的 看到的 摸着的 怎么姿势变形呢 五 四 三 二 还有您的 一 还有您 您的还有我喊情 知道没有 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后面的不知道是吧 知道 实际上 许乐乐和队员们 又被增加了训练量 教练员李星坤 故意拖延了时间 一 二 起 通过酸痛的部位 就可以检查队员的聚枪动作 是否标准 这个的酸一点应该是在 这类的地方应该是在我们的 华尔布上的 如果是走步和肩部软的话 那说明用的力量是不对的 没有形成自然顶华尔的一个动作要力 你看它的汗水就比你多 这样老是喜欢突然 我这个有汗 对 我抓了三次突然你还有汗 我那个是调整动作 手都是回来了还调整动作 这个长方形装置是李星坤设计制作的 用水平仪连接发烟罐 通过绳子挂在手枪上 一旦聚枪不稳就会点燃发烟罐 这出现不认真 或者新走神 没有盯到目标 那么我这个东西就会没有烟 那么意味着 不去执行任务 你就已经牺牲了 听到没有 明白 在锯枪瞄准的过程中 许乐乐不断走神 十分钟内两次点燃了发烟罐 看来李星坤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 来解决许乐乐射击中存在的问题 平时 队员们经常进行拔河比赛 锻炼上下肢和腰腹力量 来作为攀爬绳索的辅助练习 然而他们的拔河规则与众不同 地上没有判定胜负的标志线 直到有一方体力耗尽败下阵来 拔河比赛才能结束 我们说少个人 同为特战队员 双方势均力敌 比赛经常持续好几分钟 也分不出胜负 无论输赢 队员们都早已筋疲力尽 由于攀爬成绩落后 杨乾隆成了小队里重点关照的对象 他的对手经常是两名队员 他们两个人拔我 三个人拔我 都开展过这些训练了 拔河训练拔完以后 大腿和腰和腹肌都很酸痛 尤其是大臂和肥阔肌这些特别酸 往上睡觉放心都是痛的 一 二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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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 杨乾隆的上下肢和腰腹力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而这样能否提高他的攀爬成绩呢 杨乾隆再次穿上两件防弹衣 背上狙击枪攀爬18米的高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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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距离楼顶两米的位置上 杨乾隆体力几乎耗尽 被迫再次停了下来 加油 没力了 不行也得行 只有上没有下 加油 一 二 加油 一 二 加油 一 二 加油 这一次杨乾隆并没有选择放弃 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对目标发起冲锋 一 二 三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一 二 加油 杨乾隆终于成功到达楼顶 看着 杨乾隆 加油 加油 现在杨乾隆每次攀登成绩 都保持在了40秒之内 已经达到了优秀的水平 大哥前面再晃手一点 快 加油 加油 快 加油 杨乾隆 三 四 五秒三三 杨乾隆能爬到优秀 这比武道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所以这个成就感还是挺高的 而此时遇到瓶颈的许乐乐也在不断地进步 训练间隙 许乐乐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写数字 从一万按顺序写到一 一旦出错就要全部重写 当时就说是我这个人心性很急 就是说需要专门地磨捩一下这个性质 最开始写的时候就乱写嘛 写得很潦草 后面就一笔一画一笔一画 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去对待的时候 慢慢慢慢地让自己心性平稳下来 三个月前 许乐乐五发弹打了四十五环 如今她又将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四十九环成绩非常优秀 第一次打这个四十九环呢 心里面就没有多大的变化 就不会像第一次打四十五环 很高兴 很傲慢的那种状态 我感觉很平淡 很正常 我觉得打四十九环是我全年都这么久了 这一定有的这个水平 可以吗 这段时间都是四十八九 打个五双 这就打五个十 我是正确 必须五个十拿是正确 必须五个十 从五十米外 在行进间 用步枪和手枪交替设计目标吧 难度还是很大的 越前进的过程中 人员的那个呼吸 还有就是身体的上下起伏 是有一种晃动的 所以我们做成一个瞄准 是有一种难度的 许乐的二十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 李兴坤命中十九发 以一发之差 输给了许乐的 答应我了 看了半周 从接中的 说二十发 就上了 一发都没跑 还是不做 落落 打 好 继续保持 明白 他把我培养出来 然后我所学的技能 又传授到下一半 这个就是部队里面讲的一种传承 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训练 不仅是技能的提升 更是意志的魔力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压力 武警特战队员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向实战看齐 英勇无畏 铁血担当